进入绿石潮转绿的时节 还有海岸区也开始涌入观光人潮 为了维持沙滩清洁 上周六石门当地居民企业决定从自身做起事半 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海洋清洁的重视 上周六由交通部观光局北关处与浪漫北海岸 Love乐活企业联盟 联合发起北海岸大警探的活动 从三居白沙湾到石门千岁湾 浑沙广场律石超风筝公园台二线27.5公里处 以及金山中小湾等七处的沙滩 都可以见到民众自主进探的声音 还有新北市环保局与石门区公所等机关也都来共享盛举 就是要为了家乡的海滩而清洁 三二三的联合大进探 我们是由八个联盟的单位 那我们一起发起了这样的活动 那目的的话就是做环保 爱地球我们一起用行动证明 那八个单位跟北关处 地方单位长官都一起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那希望今天的活动可以成功 持续进入绿石潮转绿的时节 还有沙滩海洋也开始多了观光人潮 为了维持沙滩的清洁 当地居民企业也决定从自身做起来做示范 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于海洋清洁的重视 也要借此让来到北韩的游客 看见沙滩清洁人人有责 而且应该要从自身做起 现在老梅律石潮是季节 所以石门区公所跟我们在地的居民 就一起响应在我们的老梅律石潮 这一带来号召浸滩的活动 那也希望这样的响应 带给我们观光客一个示范 希望他们来老梅律石潮的时候 好好的帮我们维护环境 然后把垃圾带领沙滩 达到有趣经营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理念 包括李明还有我们圣约大学 还有来自各地的好朋友 一起来敬餐 虽然天气很冷 但是大家都很认真 而且很热情的 把我们这个沙滩整理得很干净 那我们这个联盟的店家也非常的热心 他们都准备了热的茶点还有蛋糕点心等等 来慰绕我们这些民众 那很高兴我们这一次在政府机关学校 还有企业 还有我们的民众 我们大家一起联合 一起来维护我们这个环境 那也希望各位来到我们美丽的北海岸的时候 爱护环境 不要顾出我们这些志工的一番的心劳 北海岸在地企业商家还准备了食物 以及抽奖等活动 要感谢一同共襄盛举为海滩来清洁的民众 透过约90分钟的浸滩活动 清出了人工漂流物1500公斤 而北关处也将持续的鼓励民间企业团体 踊跃的自主发起或是参与 敬叹以及进山活动 让生活环境变得更干净 旅游场域更整洁 共同维护美丽安全的游戏空间 记者拉平函 北海岸中后报导 准备